藝藝學研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藝人或作品的價值 是海鮮嫁得可怕的 所以我們要將自己的品牌或作品 當作看股市 黃子軒Jonathan入行近11年 除了唱在歌手身份外 近攝足電視劇、音樂劇及主持等範疇 他去年成功升格成為老闆 投放六位數字開設網店 去售個人周邊產品 以及與其他品牌推出聯成產品 五年前大約 當時已經萌生了一個念頭 我一定要分散投資 不是我的技藝或作品要很散 甚麼都要做 不是魚翁煞網那種想法 音樂是一個 passion 我永遠都會有它的作品 就算我自己監製的一些作品 我都會放音樂進去 你現實點來說 它是否真的可以做一個成功的生意 我問了自己 不是每個人 有些人可以 但那些人是很少數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我想要的影響力 或者想做到我的 scale 答案是不行的話 你必須要開始做其他事情 Jonathan多年來觀察到不少粉絲 都很有才華 但沒有平台發揮 藉今次創業的機會 他為粉絲提供了一個創作平台 和現有的品牌推出聯成產品 怎樣給一個平台 他們去發揮呢 我們社交平台 大家鋪片 有人like 但開心 都是虛榮來的 實際上不會令到他可以找到食物 或者可以有個portfolio 當然我現在剛剛開始 我說我自己一個平台 再加我喜歡的品牌 再加我粉絲的創作 這件事我們現在在建立 我不敢當一下子可以幫一些 什麼獨立的創作人 可以立刻一炮而紅 但譬如我做剛剛Playful Socks的crossover 因為我很開心 我覺得是慢慢可以有個藍本 第二個我們在網上招募 其實參與的方法很簡單 你以我的任何一首歌來做靈感 你創作出來 你畫什麼都可以 沒有限制 唯一的限制就是 你要可以在網上鋪出來 我們鋪出來之後 我們就公開投票了 最高票數的 就可以變成一隻真的會穿得的襪子 而這隻襪子賣了之後 我們會拆錢給我們的designer 即是我們的粉絲 Jonathan以往一直沒有打算買樓投資 今次創業也改變了他的投資態度 我覺得可能過兩年都可以想一下 怎樣去做一些好的投資 希望有一些大的交易出現的時候 我們怎樣都要找一些方法 是將一些保值的 很容易就會收到很多 然後又要花很多 最終只剩下零 做多了幕後的時候 我覺得 即使我們自己的公司 製作公司來說 他都需要一些資金 Jonathan去年因為工作關係 去了美國 但因為疫情爆發 在當地製留接近八個月 不過他沒有因為這樣而停滯不前 反而曾經為自己的事業 可以托更多的可能性 我不可以坐在這裏等運動 那我就開始寫 就好像那些學生寫我的資源 有什麼是我一直想做 而是我一直都沒有空做的呢 其中一樣 原來我想做監製 我想監製一些 我覺得值得說的劇和電影 我在美國那時候的八個月 我們都量了 四個多完整的項目 而陸陸陸續續已經拿出籌資金 如果不是疫情 我根本不會走這條路 這個身份我覺得 基本上是改變了我的事業 它打開了另一道門 雖然疫情是嚴重影響了我 本身原有的收入 但它製造了另一種很大的價值給我 我由於是針對我 這是一個小的 我們會想說 我會想說 負責任 負責任 我們會想說 你怎麼會想說